好來介紹這兩盒由中洞所推出的1比12比利的6吋可動人偶死侍與金剛狼啊 要買當然是兩隻一起買 那介紹我就兩隻一起介紹了 盒子的側面長這樣 背面就是一些玩具的展示 然後到處都會有這個死侍的塗鴉在搗亂 真的是很可愛的包裝風格 側面就統一一個風格 中洞的這個包裝啊 他側面這裡都是會有磁鐵的 這個會自動吸附的手感很好 然後打開裡面就是我們的玩具了 會是兩層的吸數 然後第一層都是玩具本體 第二層都是地台跟武器 像金剛狼這邊就是 他的爪子跟一些手型 死侍這邊就會有他的武士刀跟手型 還有死侍甚至還有他的眼睛 這個等一下來細看 地台長這樣 兩隻腹的地台都是一模一樣的 就比較可惜 他就沒有做那個愛心 然後金剛狼做一半 死侍做一半 為什麼不那樣做 哎呀 一定會很有梗的 地台本身根部這裡可以左右轉 上下轉 這裡還可以上下調整 然後他都是鎖螺絲的 所以你都可以在自己把螺絲鎖緊來調整鬆緊度 這邊這個夾子是彈簧式的 他會自動回彈 所以這個夾子用來夾人物應該是 很輕鬆舒適 只是 死侍如果 背上他的刀就比較難夾這樣 OK 目前這樣子 螺絲看起來也是完全撐得住人物的重量的 好 那死侍本體長這樣 他附的武器啊 兩把武士刀還有這一把小匕首都是完全可以真的安裝進他身體裡面的 這個部分真是讓人覺得很用心啊 只是這個小匕首插大概到這裡就會稍微卡住 好 那把他插到底呢 就會像我剛剛那樣子要把他拔出來會有點費力 然後刀在把他插進背部這裡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他這個孔洞是有做方向的 要認一下劍刃的方向 這樣 好 把把他拔起來吧 以免等一下妨礙可動 然後他本身人偶有附握全手 也有附握武器手 握武器手要拿這個武士刀戳進去 恐怕也是立刻掉漆 偏緊 哇 超緊耶 我這樣只督這裡就督不進去了 好啦 不勉強他 這個握武器手做得太緊了吧 然後還有附這個 十指指向前面的這個 算挑釁嗎 算挑釁嗎 就是一個十指指向前的手型 但是他本體啊 這裡 槍套掛著兩把槍 這兩把槍卻是沒辦法拿下來的 他整個跟這個 掛架是黏在一起的 好 整個是一體的 這就比較可惜一點點 這一次中洞死是最讓我驚豔的是他眼睛竟然有附可以替換的眼型 他是透過磁鐵吸附的 剛剛發現他 眼睛上面這裡 內部是有留空隙的 所以可以從上面這裡把 往內推一下 頂一下 好 他就會翹出 他就會翹起來了 唉唷 這配件出乎意料的用心啊 是我沒發現 那他就有附 比較小的眼睛 雖然說其實我覺得他這個比較小的眼睛啊 跟他正常比例的眼睛其實 尺寸沒有差很多 應該可以再做更誇張更小一點 把他兩個眼型之間做出差異才對 這裡我覺得比較可惜 然後還有附 死侍 這種漸漸的笑臉的眼睛 就真的很賤 如果兩隻眼睛都換上這個笑臉的話就更賤了 怪不得金剛狼想抽你 那造型方面就這樣 我覺得他身上太乾淨了 比較不像死侍會有的狀態 但可能因為畢竟人家做了這些東西可能就沒有那個預算再去做戰損塗裝 髒污塗裝 也可以理解 這個磁鐵吸附的眼睛 可以替換眼型真的是讓我有驚艷到 可動度方面 頭這裡 雙重球關 抬頭 低頭都有 正常水準的表現 扭頭也不錯 旋轉沒有問題 肩甲他這裡是兩重關節可以這樣往下挪來 挪位置的 所以他手臂平舉 可以這樣子舉平 舉到超過90度 一點點 然後旋轉當然是沒有問題的 有拉伸的 蝴蝶關節 拉出來以後他也有做遮措零件 不會說你把蝴蝶關節拉出來以後就很醜一坨 它這裡甚至是有造型刻畫的 然後 有上手臂的平面迴轉 手肘兩重關節 整個關節的手感都還算舒適 拳頭是一個簡單的小球關 所以可以輕鬆的替換手型 然後身體 後仰可以到這個角度 就是兩個球關 前彎就比較沒有角度 前彎只能彎到這樣 就是整個身體造型畢竟就是長在這裡 左右扭腰道都也還有角度 都還有不錯的表現 就真的是可惜前彎 真的幾乎完全彎不動 完全 然後左右旋轉 他底下這一節整個造型都是埋在這裡面的 所以這一節也比較轉不動 要靠上面這一節 橫格膜這一節來做轉要 然後腿是有做下拉式關節的 只是因為他這整塊造型都是完整包覆的 所以就算把這個下拉式關節拉出來啊 他的前踢 也還不到90度 而且他會自動的往側面一點轉過去 然後在這樣子把這一塊轉上去的過程裡面 也會有可能會刮這邊的漆 前踢是這樣 側踢 只能到這樣 大概45度 這裡這一條皮帶是軟的材質 所以可以放心的揉令他 大概吧 然後也有做大腿的平面回軸RN 就是在這裡 大腿平面回軸 也是要把下拉式關節拉出來才有空間可以轉 他這整個 縮進來的時候 他整個真的造型都是完整的 會幾乎沒得動 膝蓋彎折 兩重關節也是很不錯的表現 然後腳踝就是正常的那種轉軸 可以這樣 側擺接地 前後活動都只有一點點角度 腳掌也可以凹 好 算是很一般的可動表現 最可惜的真的就是他前彎 因為他整個 正面造型做完整 所以 前彎就真的是完全沒得活動 完全沒得 他也不會像過往的中洞那樣子說 還有 就是胸腰之間還有做一段拉伸的余裕 讓你可以把這個球關稍微拉出來一點 沒有 他這個球關不管是腰這一塊 還是橫格膜這一塊 你一拔他就是整個球關脫落了 所以他真的比較沒辦法彎腰 金鋼狼的表現是這樣 這個面相其實我覺得做得很棒 真的有 真的有像 只是他就沒有附完整的偷雕了 他就是只有這個面造連 他也沒有別的偷雕 那 一樣我也會覺得這個金鋼狼太乾淨了 就真的是很可惜沒有做戰損塗裝 然後他有附這個 粗爪子的狀態的手型可以替換 可是他的爪子因為他是斜斜的這樣 斜一個角度擺在盒子裡的 可能都因為重力自然下垂了 所以 他整個爪子變形的很難看 他是用軟材質做的 而且這個軟材質超級軟 這可能要用吹風機加熱才有辦法把他救回來 這個變形成這樣真的是很難看的爪子 然後除了爪子手跟拳頭手以外 金鋼狼還有附這個 開掌手跟這個好像在抓握什麼東西的手型 所以他總共 包括本來玩偶附的 就總共會有四對手型 但他就沒有像死士那樣子 還有武士刀 還有小匕首 還有眼睛了 就會感覺金鋼狼的配件很明顯的少很多啊 難道是因為吧 難道是因為他的用料用在身高上嗎 還是用在他比較寬闊的肌肉上 他用料比較多 所以要比較省 是這樣子嗎 那金鋼狼的可動部分 頭一樣是 就是兩重球罐 抬頭 低頭 左右側白 我覺得他的頭關節比較偏鬆 可能是因為我有把他拔下來替換過 然後 拳頭 肩膀 然後肩膀一樣有一個很優秀的拉伸關節 我覺得他肩膀這個拉伸幅度還超過四次 這個拉伸幅度超優秀 那比較可惜的就是他肩膀這一塊啊 可能因為比較小塊 比較沒有空間可以做機關 所以他這一塊整個是黏死在肩膀這一塊的 他就沒有任何活動可言 手臂 平局一樣可以到90度 旋轉就會被他肩膀卡到 這個肩膀 這個肩膀怎麼會是黏死的啊 太奇妙了 手臂平局只能舉到這樣 手臂往前舉只能舉到這樣 然後 平面回轉 手肘也是兩重關節 腰也是 兩個球關 後仰可以到這樣子很不錯的幅度 前彎 也是 就幾乎是一直線 只有很輕微很輕微的前彎幅度 那他的前彎還比死是優秀 因為他 腰跟胯下的干涉沒那麼強 死是真的是很奇妙 他整個腰跟胯下卡超緊 所以金剛狼前彎還會有一點點這個駝背的幅度出來 然後側白 也都 OK 轉腰 也是 金剛狼轉腰也會比死是還有優秀 他下面這裡也是可以轉的 會 比較自然一點的轉腰幅度 那 腿部就 一樣 要把這個下拉關節拉下來才有 可以活動 而且 金剛狼這裡這個卡漆的問題就更嚴重 可以看到我這裡都被卡到刮漆了 往前踢 是這樣 還是 不到90度 側踢 也是這樣 大概 六七十度 然後 大腿的平面回轉沒有問題 膝蓋彎 三折 兩重關節 然後腿 腳踝就是 一樣的構造 OK 好 那這樣子 死士跟金剛狼兩隻就都介紹過啦 其實 說真的 這個整個造型啊 塗裝啊 都很優秀 我個人覺得最可惜的是他沒有做 戰損 髒污塗裝 整個質感會跟我們印象中的電影畫面差很多 然後 跟Marvel的可動人偶比起來啊 會覺得這兩隻上手 第一時間都會覺得他們有一點輕 不會像 Marvel 不會像Marvel Legend那樣子上手會稍微有一點 層層的墜手感 我覺得 他是不是 這個 零件內部 他這個腿啊 跟手臂啊 可能會比較類似本袋 組裝模型那種手感 就是我懷疑他整個切 從中間切開來的話 他內部可能會是空心的 就不會像Marvel Legend那樣子 他整個都是 十星的塑膠 我覺得他可能是在這裡有省塑膠 所以 整隻會感覺偏輕 但 但說到底 Marvel Legend的死士跟金剛狼 那個金剛狼 可能是因為他有附完整的真人頭雕 而且 表現很不錯 所以 根本買不到 超級強手 我有預定 可是 廠商出貨數量不足 所以店家沒有給我 可惡啊 那在沒有Marvel Legend的情況下 我覺得 中洞這兩隻 當作一個比較平價的替代方案是可行的 整個造型非常優秀 沒話說 死士甚至還有付不同的眼睛給你做替換 這點我覺得真的超級用心的 就相當推薦 有喜歡死士跟金剛狼的兩隻一起帶回家 超便宜 也沒有到超便宜啦 可接受啦 以這個價格拿到這樣子水準的玩具 沒什麼可以抱怨的 那就 介紹到這邊 我們下部影片見 拜拜